一代鋼門何勇興的足球世界 現在開始 有三缺一 沒有三缺一 我們永遠最少有三個 三加一 應該說齊人三加一 我們今天三個就叫做頂硬上 傳說我不在這裏那天 收視率突然高了 自己檢討 有你在這裏 應該飆升 自己檢討 人們說你屎球 他就回去練球 是嗎 不過已經定型了 連連連都沒用了 歐洲國家盃如火如吐 進入最後階段 八強賽 十六強之後有八強 這八強出來了 分別就是上線的上下線 不要理會了 格洛根亞西班牙四比一 有些說服力 贏了球 德國 零比零就打和 亦都是這屆歐國盃的第一場 架時分不到勝負 射十二碼 就缺出勝負 但是宋先生 你說這場是出乎意料 但興哥說過這場 這場應該不是雙七太遠 當然不太遠 我都說有些不明物體 之前我們是不知道的 有甚麼實力 普通牙開始有些清亡不接 我們留待一會兒說 然後宋先生就繼續說 法國就1比0 就是贏給你 這場的題目 真的在這裏笑 有時真的很失望 好 失望一會再說 我們一會再說 OK 荷蘭對羅馬尼雅 有說服力的3比0 不僅如此 十幾分鐘 有說服力 伸個貓王 賽哥有說服力 土耳其對奧地利 土耳其是2比1 這一場誰贏都不出奇 土耳其入到8強 令到大家都想不到 是呀 有一點冷味 另外一場 在這兩地昨晚 你來說也差不多 另外一場是英格蘭 不負眾望 你吹我仗嗎 終於贏2比1 斯洛文靈 這個斯洛佛特 拿到一席8強位置 下一個對手將會是瑞士 德國B隊 叫做小鮑冷 贏了意大利2比0 但那一場 甚麼小鮑 不是小鮑 是大鮑嗎 哈哈 即是在分組賽 即是他未開羅之前 其實我們都說 意大利是一個青黃不接的情況 已經說了他沒有機會了 我真的很大膽說 指明你意大利沒有機會了 即是說青黃不接的情況下 在這次賽事 會否有些令人意相不多 但還是跑不出來 所以我們就說 今屆的賽制 對這些第三隊 是很特別照顧的 即是第三名那些 他只拼一場球 OK 第三名出線 然後拼一場 搞定你 就搞定了 這樣就有8強 之前兩場不努力 那麼拼一場 就拿第三名出線 是呀 走線 真是 好 先 有很多96強 已經是交功課 是 淘汰賽 最後淘汰賽 因為我拿到制階第三個出線 出線就可以了 我只管你對方 一場過而已 對於 或者你是那組裡面的第一名也好 第二名也好 不要緊要 總之我就拼一場 那場淘汰了你就搞定 OK 有說服力的4比1 西班牙對教育英雅 這場沒有什麼懸念 在我心目中 西班牙最平均的 有後生 是嗎 這場球 西班牙即是 清風順爽 清風順爽 是嗎 亦都是次熱門 第三熱門 大熱就是英格蘭 第二熱門就是德國 英格蘭你捧他大熱門 不是的 是各大網站 以及這些市主 未開羅茲舌 開羅茲舌 踢了初賽 你不敢捧他大熱門 依然都領先 head著熱 因為現在拿著這手牌 沒有人想到他這樣 即是會踢到這樣 正如說 你吹我的帳 我又贏了 又出線了 是嗎 這樣就學會了 OK 有些說服力 德國贏丹麥兩顆 怎樣看? 興格 都是正常的 德國主辦說 我都說第一球球 入得有些話題 但你得過這一場 你又有說服力嗎? 沒有 是的 所以我也不平 只是他主辦國 高球球 第一球球 有些少少問題存在 所以才贏了 Billion 包括丹麥球員 說禁區內 為何他輕盲 不吹 那球 興格你踢 你們 我 怎會輕有12碼 不可能 當然是 他的手夾起來 是的 怎會 雙手藏起來 射球 如果你說是興格踢球年代 球證都未必吹 即是看球證的心情 是的 但現在的指引 一定不會吹 因為雙手沒有讓開 是的 即是雙手沒有參與賽事 基本上是雙手病埋 是身體的其中一部份 有些是春無球施 是嗎? 但你輸球的當然是 也習慣不去 這個 是正常的 是的 另一支熱門球隊 你猜不到 老萊嬌即是很拼命 普通亞 竟然跟斯洛文尼亞 打和零比零 當然最終就是 這屆 今屆歐國盃的第一場 加時射12碼 就是這一場出現 斯洛兩射12碼 一射失 一中谷 如果不射失就好了 不用加時 那就是了 他打球就是這樣 好球不如好運 又可以這樣說 那你不要理他 他又叫做入八強 你吹他仗嗎? 是嗎? 是沒有說服力 是沒有說服力的 而且很幸運 現在入到八強 這八隊 過往來說 可能你分了賽也算了 去到16強淘汰賽也見真章 現在 興哥你見不見真章? 真未章一 以葡萄牙來說 這麼多隊 現在有八強的 法國贏給你時一比零 這個 這個更加是 真的好像聽笑話一樣 門戰 門戰 門戰一場 好像英格蘭的球不是這樣 睡著覺 他們的行軍速度是快的 只有快 只有快 快而亂就怎樣 是呀 沒有製造性門 雜亂無章 就是這樣 有甚麼用 你看起來好像很熱鬧 好像很緊張 好像很快速 但實際上那場球 我看了半場 我都說了 門戰 門戰一場 是呀 下半場我都不看了 沒眼睛看 是呀 即是入那個球 又是叫做 叫做好球不如好運 那就好 是嗎? 後衛沒辦法了 你不出的 是嗎? 是嗎? 他剛好那個步勻 剛好就是那個 腳就是遞那個位 是呀 這個 他的右腳踏了出去 是呀 後腳 沒有辦法的 很明顯 後衛已經是不夠力 沒有力 見到他要射 那個動作 他也不是射的 那波是預備出來的 不是射的 總之動作他見到 但他的腳也遞不到 沒有辦法了 沒錯 即是有沒有說服力呢 這八強 我就覺得沒有太大的說服力 即是沒有甚麼很精彩的球賽 是呀 就讓我們看到 即是我們開賽池 預期今季應該很精彩 應該有很多新星湧現 新星是有的 新星是有的 除了這些我們已經知道的之外 土耳其那件 那時的兄弟 是嗎 我們先數下來 好 荷蘭 羅馬尼亞 各個贏波數字 很有說服力 興哥 3比0 你有另看數字 投十幾分鐘 你是鄧荷蘭 我怕荷蘭會輸 是羅馬尼亞 是甚麼任 羅馬尼亞 又是一句 沒有射手 沒有射手 是呀 禁止荷蘭攻募 真的很害怕荷蘭會失敗波線 怎知要攻擊攻募 荷蘭反而入到列球 清風順爽呀 你看過入球數字 你看過賽果3比0 3比0 看入球數字就是 你應該看現場 頭十幾分鐘 我想你買了 荷蘭也會震過貓王 我以為羅馬尼亞有波入 是呀 怎知沒有入 沒有射手 沒有人會入 你是禁止荷蘭攻募 有甚麼用 擺不到波入 這些你要佩服荷蘭的教頭 頭十五分鐘是給你的 我們還有熱身汪奧 引你過來 引你攻 看看你的弱點 消耗你的體能 當然 這些就是高手 戰術成功 沒錯 這些就是修夫基的高速 OK 好了 土耳其 對奧地利 這場賽前 我也是這樣 無和盃 兩隊的實力 即是 接近誰贏都會有機會 是不是 反而這場賽事 真的會刺激一點 因為大家都不是很高班次的國家隊 當然 又沒得看又沒得甚麼都不知道 叫做我們國外人根本不知道甚麼實力 有沒有超級球星 有甚麼浩波之人 甚麼都不知道 這些我們沒得顧 又不會像西班牙對加勒吉亞那樣 加勒吉亞那些 我擺明讓你居馬 我都可以的 是嗎 但這裏奧地利 和土耳其 你看牌面 旺一旺跡 奧地利是高一點 但又不會有差距 因為兩隊 即是兩班球差不多 接近水平 唯一一件事 就是之前我們都說過 這些歐洲頂級球星 是退休的樂園 OK 但你看到 退休球星 即是楊黃昏球星 去到 他給得起錢 即是表示他們的足球事業 都很旺盛 蓬勃 國家注重 還有觀眾入場支持 就是他們的足球人口 他們的足球人口多 沒錯 兼且國民亦投入 令到當地的足球水準 是帶高了 政府支持 所以看到 今屆土耳其的年輕人 英超各大豪門都侯著他 OK 動一下都說要幾千萬磅 才能買到他回來 所以 這場球是好看的 西班牙那個不是更值錢嗎 那個更值錢 西班牙你搶不贏他 這場球是好看的 對 所以這場球是反而好看的 當然另一場 我們上一次也有評述過 也有說過 英格蘭就贏2比1 斯洛伐克 表現就 不緊要的 收夫基說 我們贏球就行了 最新的才是法力 台長說了 甚麼?現在贏不到球嗎? 現在我先出不了線嗎? 是呀 現在又先出線 是呀 反而瑞士贏意大利 排面上似乎有些爆冷 我又不覺得冷 當然你臨場看就不覺得冷 我們未開始之前 或是開始的時候 已經停了意大利 你看分組賽 瑞士踢得比較主動 比你意大利主動 還有有侵略性一點 意大利有甚麼進攻能力? 輝哥 可能有的 但發揮不到 是 如果我們看排名 國際衆議會的排名 現在入八強的這幾支球隊 包括西班牙、德國 普羅牙、法國 上線、死亡的上市 全部都是巨星 但世界排名是參考的 否則我直接排名高 頒獎就行了 對 你可以這樣說 但始終排名是論他的實力 排名是講去黃色 講一講去黃色 現在的八強來說 其實高低就沒甚麼高低了 是吧? 如果你差的話 不能進入八強 是吧? 不過最終目的就是 西班牙對德國 西班牙對德國 德國會不會在這場 才打起來呢? 因為在之前來說 就是分組賽 第一場對蘇格蘭 這些不能作盡 踢到飞 但接下來就好像越踢越醜 沒有甚麼特別的 西班牙就相對穩定一點 穩定一點 平均一點 接下來就是7月5日、6日 即是香港時間 星期五的深夜 沒錯 以及星期六的深夜 所以大家星期六、星期日都不用上班 不用怕看完兩場 一部自電視機 將會很精彩的入閣背下 西班牙對德國 在這場 即是他死亡上先 那是葡萄牙對法國 因為這兩隊球 葡萄牙對法國 又是雷聲大 雨點少 是吧? 葡萄牙有個斯朗帶隊 斯朗真情流露 他那十二碼不入 真是哭出來 真是哭出來 就是在說 昨晚 對斯拉伐克 加視 他全場10比0 加視時105分鐘 搏到十二碼要射 但射得… 興哥,你也去看吧 那十二碼 斯朗射得如何? 是嗎? 是否第一斤 那十二碼沒有力 最主要是力水不夠 力水不夠 中央波 龍門一飛過去就用了 是嗎? 近來看看 會射十二碼的時候 待會再說吧 但那個十二碼 中央也算了 最大問題是力水不夠 不夠力嗎? 不夠力嗎? 沒有理由中央 對,即是讓龍門去表演 對,龍門一看得到路 飛過去就中了 對嗎? 即是你幾乎… 最難搞的 就是兩邊角 飛,即是守不到 但很多都不敢射那麼高 怕炒 怕炒飛機嘛 怕炒高 最難救的龍門機 即是最難救的十二碼 要是上面 要是地球 沒錯 因為你踏下去 你中央波 你一出去的時間就快 理論上 左右上角是最難救 最難救 沒得救 但你容易飛機 看你的技術 地球你也有機會出界格 對嗎? 射哪裏都有機會不進 最重要是自己的信心 好像斯朗尼的火波 又沒有力氣 護士十二碼不同 火波又有力氣 地球 對嗎? 捉到路也沒得救 對嗎? 那又怎麽同呢? 之前我都強調很多次 射死球射十二碼 你一定要有力 要有信心 是吧? 我們在葡萄牙射入那三個十二碼 除了斯朗那個會停一停 其實大家都 近去就抽射 拿個位置 拿個力度 三個入都很漂亮 漂亮 但你射失那隊呢? 是吧 卿哥 因為那個龍門 經常有甚麼歌詩彈 很多人就稱讚他 但卿哥剛才開咪前 就說了 不是的 去那些十二碼 我們看看這裏 先動腳 三球十二碼 都是先動腳 是跳了出來的 是吧 以球例來說 兩隻腳離開八戒 這裏一定是不算的 是吧? 但你現在 唐政發雞盲 球證 不知道有沒有VL 是吧? 沒有人過出去 算數 是吧? 迪奧高 哥斯達 很多人就說 他很大可能 踢完今次比賽 會被人的大聯賽 就會滑去 因為現在去波濤 不出奇的 波濤 有甚麼不出奇 普通亞 對嗎? 是吧? 有甚麼不出奇 這些沒有 我看見這個 他是撲得漂亮的 但卿哥就說了 我們再回看 他真的移了出來 先動腳 兩隻腳都跳了出來 是跳出來 最大的問題 你左右不是問題 是 左右不是問題 他跳了出來 離開了先 理論上 就是會 會嚴 嚴一點 一定是重射 是吧 但是 球證、旁證都發雞盲 那又如何? 問題是 射那個 不抗耳 三個都不抗耳 他們的足球知識 都是差不多 一個 你未射他 已經飛過去了 還有一個共充點 看到了 中腰 中腰 這個也好一點 這個也邊一點 邊一點都是中腰 龍門是不是 一飛過去便中 如果他快一點 或者偏一點的話 機會會大一點 現在就是這樣 他怕射到龍門 做就做了龍門的表演 不用用力的 是嗎 慶哥 以前你們的年代 只不要在邊線移來移去 一隻腳 動也不可以動 兩隻腳要打釘 不准動的 沒錯 後來再慢慢改到現在 你可以在線上移來移去 你不要走出龍門的框 你不要走出來 但今次就是 還有 一隻腳一定要踏住這條街上 是的 今次來說 有一個興哥質疑 兩隻腳都出殺 人家未出腳 他已經兩隻腳都出來了 已經跳了出來 是的 各位觀眾可以自己 看看是否真正的情況 我去看 好像是真正的 我求證旁徵在葡萄牙的擁 估無論如何都好 施朗真情流露 我立刻做出來了 這個不去射室 這個是射完 贏了之後 贏了 贏了即是哭了 喜極而哭 是的 可能是最後一屆 歐國杯最後一屆 他講得很明白 即是賽後 這個賽後他就講了 今屆我最後一屆 是歐國杯 不是講國家隊 他很大機會 在世界杯 他都繼續踢 有得踢我都踢 那沒辦法 你現在葡萄牙人 你有人去 批到他的位嗎 沒錯 最大問題是一件事 當然是 如果找一個球員跟他比 當然你現在沒有一個球員跟他比 但你巨星始終有穩落 沒錯 如果穩落是退下來 你始終有一天 即是你押住個位 令到最少有三個球員 不能進去 上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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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所謂的亞主 有能力接到上 因為在那裡上不到位 但現在問題是 有沒有人頂到他的位 問題是雞和雞坦的問題 那很難說 他都沒有機會出場 或者讓他出場 那個C浪呢 你又不敢 有個D浪 有個A浪 準備上位 你現在葡萄牙球員 有這個位置 有誰可以進去 都說雞和雞蛋 我們都不知道 那個領隊也知道 即是16歲的年輕人 你不讓他出來 誰知道原來可以成功 16歲的年輕人 我早就已經說了 在貴宗的時候已經說了 對 我已經不說了很久 沒錯 你不讓他出來 就一定沒有 你讓他出來 現在問題是 可以試到有一個 即是你葡萄牙在球會 我不要不說國家隊 即是你葡萄牙的球員 在球會的表現 真的好像又沒有一個 令人覺得 他可以踢到這個位置 不要說給他好 因為好像你說 好極力也要推下來 我也說了 你這個說法 是雞和雞蛋的問題 你有沒有人好多過他 現在有沒有一個後備的人 可以差不多 頂他 他在這個曼聯一樣 他退了出來之後曼聯 雖然那個成績不是說 這個甚麼 就不差不多他在這裏的時候 沒錯 對嗎 所以很難說的 當然你說他不盡力嗎 你今屆的表現 思浪不盡力嗎 我們欣賞他的 欣賞他的 救治平靜 是嗎 沒有人可以 他能力的 我們不欣賞他 沒錯 但始終有一天 你要退到 你要培養 但一問題是 葡萄牙的問題就是這樣 你37歲 比比比比 40多歲 38歲 你那年41歲 你在葡萄牙 你仍找不到一個折扣 有得選擇 老實說 你可以這樣說 我們不算是國人 有得選擇 有得選擇 我們現在就是講這個問題 葡萄牙 我們不止司葡萄牙 我們41歲 葡萄牙可以見到 他們那個 接班人 接班人的問題都頗嚴重 嚴重 是非常之嚴重 你可以這樣說的 你的說法 你的說法 當然是 我剛才一直都講 好像很多來說 是這樣的年紀出來 做精神領袖 後備出場之類 但是現在呢 因為你踢單 因為你斯朗仍然是可以踢 所以他選擇你 用你有幾個作用 第一是穩定軍心 OK 不是沒有人可以跟到他那個 代替到他 沒有人可以代替到斯朗的地位 亦都沒有一個球員 有這個能力去做斯朗的位置 你仍然可以踢 當然作為教練 都會被你踢 OK 但你夠不夠膽用一個新人呢 就看那個教練 是嗎 是嗎 你不會背這個 是吧 好了 我們講到葡萄牙 講得太多了 說法國 這個也是一樣的 這個已經撲出來的了 是的 已經撲出來 不是這次才講的 之前都講了很多次 射十二碼千萬不要射中夭球 是嗎 中夭球最容易救了 救這三個十二碼 根本沒有難度 OK 是的 但怎樣都好 好像吹爺我入球 我已經贏了 是的 我反對法國 我覺得球旁旁旁旁有少少問題 不要緊 始終已經過去了 我們展望八腳 法國又是一個幸運的球隊 所以一比零 廢哥很令人失望 是的 自己入球了多少球 自己入球的球 三合四球 只有十二碼 哪有四球 只有十二碼 只有十二碼 自己入球的 都是別人擺烏龍的 是 你為什麼要自己入球呢 你入球就行了 你就是了 贏球的就是我 是的 不過今場來說 真是早知道我睡覺了 正式英國球 睡著來看 我還特地早睡幾個小時 然後站起來看 早知道我繼續睡下去 即是心想會挺好看的 是的 誰知道 比起時本來想著 會有些威脅給法國 會有些威脅 大吧 有些威脅 但能夠進入禁區 能夠進入 勞卡古先生 很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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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麥巴比 麥巴比 還是安排比 安排比 麥總 他是不是不盡力 他也很努力 他也不錯 他也不錯 有幾球 他有入攝 推入他很漂亮 他在左邊推入去 殺出來 cut back 很殺色 是嗎? 但奈何 你整隊 其他 其他 奈何 奈何 就像是 布尼 在中場拿過球 加得多漂亮 都沒有用 沒有用 自己上去 都沒有用 踢球 不是踢一個人 是嗎? 是嗎? 他一個人會飛 嗯 又怎樣? 嗯 戴不到對方 這場球 法國隊 他們個別球員 真的看得不錯 但一起來 你整場就悶到甚麼? 踢球 不要選擇這些球 大家怕輸 都沒有 有些事 也不覺得 有些事都和你訓練 也不覺得 有些事和你訓練 就限於其他質素 沒辦法 法國有幾個球員 你見他其實 他踢得挺悅目的 自己拿球的時候 然後出球 為何去了哪裏? 最後來出球 你自己踢回了 入籠門 讓你自己踢回 但那一球 之前的組織是挺漂亮的 即這球 他之前的幾腳 那就最後來 你時當然不博和 是嗎? 他就上去 左閘那邊就空了 比利時這下就是 就是差這些球 防守來說 其實人都足夠的 OK的 是的 說了幾場都失望 還有一場失望 就是荷蘭 有些失望 荷蘭是羅馬尼亞 你開球15分鐘 荷蘭震過貓王 羅馬尼亞不懂得入球 圍著你這麼拒來踢 真的圍著你來踢 說我 我心想 荷蘭糟糕 真的 打算是羅馬尼糟糕 誰知道羅馬尼亞不懂得入球 然後荷蘭站穩陣腳 站穩陣腳就沒有了 站穩陣腳就沒有了 你也不懂得入球 也不用怕你了 沒錯 荷蘭入三球 但是霸氣足不足呢 有沒有冠軍相呢 霸氣就沒有了 好像沒有一隊有霸氣 好像不是國家隊 好像沒甚麼操練 那麼多人都不足夠 但是是否國家隊 因為球員都可以分散各個聯賽 各個聯賽 那你也是這樣 別人也是這樣 對呀 阿修夫基也有話要說 對呀 即是不關我的事 各個也不關我的事 其他都是英超 大部份都是英超 英超不同球會嘛 英超不同球會嘛 對呀 我們不同的 可能去了很多個國家 不只是去德國 英超有多 沒錯 是吧 但是看這麼多場 好像每一個國家 都沒有了自己的風格 沒有了 現在沒有甚麼風格 現在西班牙是有些風格的 瑞士 瑞士我都可以 瑞士我都可以 瑞士我一直都可以說 瑞士我一直都可以說 是這樣的風格來踢球 一向每個都可以 瑞士是德國B女 但今次來講 他踢得近比德國近似德國 他現在去德國 找到球員的球員 已經少了 少了一點 德國可能給不起錢 可能是 你猜那些 二、三線那些真是 很多錢 你的球會很多錢 是吧 你是踢前面的一、兩隊 你說古信拿到冠軍 都是叫做 幸運 大話夾幸運 但是三比零是有說服力的 泰哥 那倒是 看記錄來說 對 三比零給你 都輸了三比零給你 是吧 表示前鋒有入球能力 沒有色球 我們經常說 現今歐洲球壇 是沒有色射球的 前鋒 這次荷蘭入到三球 西班牙就不可作盡了 對格勒吉瓦 是 那這些叫做 這屆唯一失球給格勒吉瓦 是呀 第一失球給格勒吉瓦 第一次失球 不過是老烏 是呀 我不讓你入 我自己入自己 好了 接下來 土耳其 土耳其 即是你說過年輕人 都應該一直繼續玩下去 土耳其也有幾個年輕人 八強賽 奧地利也有幾個年輕人 八強賽 西班牙對德國 大家怎麽看 是 這場合 西班牙 會否德國深藏不露 到現在才慢慢 soul call 你給你看 這場有什麽保守 有什麽保留 有什麽保留 差不多 贏了誰出線 就差不多穩入去決賽 一定不一定的 現在他下一場 這條線 下一場 將會對葡萄牙 對法國的其中一隊 OK 我覺得出了線後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沒錯 西班牙這幾場球打下來 我個人看法 今次會相對平均的 相對平均 德國來說 奧斯爾之後的德國 即那班球之後 就沒甚麼 一般的 今屆似乎有些看頭 但表現也不及得西班牙 你即使贏德國2比0 對贏丹麥2比0 其實那場 沒甚麼說服力 贏得也不夠悅目 所以他對西班牙 我覺得有點危機 西班牙我覺得輸不到給你 我覺得是德國贏不到 未必有這樣的能力 他入西班牙球 是的 那你即是看好西班牙 是嗎 是德國不懂得入球 你先回答西班牙 德國不懂得入球 現在問題問你 是否看好西班牙 我是看好西班牙 會否又出軍閘機呢 禮機場沒有甚麼軍閘機攻勢 都不出 是嗎 你出他就真的有威力 當然現在人們說我們打組織 不要在那邊是否亂斬出來 但你本身有沒有軍閘機能力 你能夠影響禁區裏面很多東西 你要派人看 沒錯 還有我不是叫你全部都是軍閘機 你可長可短 但我們今屆來說 好像只有一場出過 西班牙有拉莫迪 西班牙有拉莫迪 這場出過好看的其中一點 是香港時間凌晨12時 好看的 因為時間正確 時間正確 3時 人開始借了 是嗎 12時 西班牙比較清先 我也是這樣說 所以這場球可觀指數就強很多 德國是打主場 差不多 球迷都是碰德國 你估計入球多不多 我猜 3比1 3比1 西班牙3比1 3比1西班牙 我猜不厲害 我猜2比1好了 保守一點 德國我們雖然談對 但能力竟然在這 會不會有這麼大 我先寫下 南國3比1 好 興哥2比1 我想1比0、2比0 1比0、2比0 即是德國… 即是除非出軍閘機 我看了西班牙 我也看了西班牙 我就大膽一點 我每次都會爬冷 爬甚麼冷 即是我大膽一點 你在開羅之前 可以這樣說 但現在你踢下去 你真的完全不夠冷 即是德國雖然一路贏上來 但你完全沒有說服力給別人 所以我就… 畢哥 正常你 是 葡萄牙發覺 雙滿彈 這兩隊球都是 腐腐的進來 哈哈哈 腐腐的 我不要理 我說八強 是 你說腐腐也好 甚麼都好 就是入了八強 心理上 我買葡萄牙的 心態上 因為法國的表現 即是你 國際排名是最高的 OK 我希望葡萄牙就放下它 鬥牛勇士 因為蜜種的關係 很多人不喜歡蜜種 哈哈哈 但剛才這樣說 我們見不到上一場 對比你射手 其實法國個別球員的技術 或者碰球力是不錯的 但只是加起來 就不知為何沒有雙負雙成的情況出現 反而好像格格不入 家有一老 如有一寶 法國也太年輕了 OK 即是葡萄牙 我有一個絲浪在這裏 頂住 哈哈哈 還有一個B肺 還有一個B肺 還有一個後貨 即是前中後也有的 頂住 有老人家就看著 有個比比 對 所以我 我也是看法國 是 我看了普通牙 你看了普通牙 我看了普通牙 我看了普通牙 我看了法國 雖然他表演 前面表演很一般 我看法國 但他球員質素比較高 我就是1比0小勝 法國 我估法國贏2比1 應該是2比1 普通牙未必能入球 哈哈哈 法國未必能入球 哈哈哈 法國可能是2比0 2比0 2比0 還要這麼大膽嗎 OK 好啊 看看這杯咖啡 是你請過 好 英格蘭瑞士 英格蘭 土耳其 最後的 不是 英格蘭瑞士 他也是打12點 這張又是好看 打12點 最多人看的了 最多人看的了 是 我肯定是躺身英格蘭的 大哥 大哥 那你又看瑞士 是不是 我看瑞士 就看誰呢 只看那2個 1個是格勒沙加 阿仙奴隊長 另1個是托沙 看那2個 但今天你對英格蘭就沒辦法了 我一定是 訓身英格蘭 這場我投降 哈哈哈哈 這一個 即是好球 不如好好玩 我覺得英格蘭的運數 一直帶來的 收府機 收府機在哪裏贏呢 就在記者會上贏 好像阿坦一樣 吹爺我又進級 這場所以我不懂得猜 我們看了上一場 去下半場 出60幾70分鐘 出了 高爾彭馬 高爾彭馬 你看到整隊表現 是穩定很多的 60幾分鐘 60幾分鐘 差不多65分鐘上下 不如猜一下高爾彭馬 這場有否正選 還是後備呢 真是收府機很難猜 這個收府機 哈哈哈哈 這麼容易被你猜到 哈哈哈哈 連阿薩加都可以踢改 踢襲都可以了 可以 但踢襲好像還可以 可以的 可以的 我都說了 本來他在阿仙奴的時候 他打左邊 史密夫露就打右邊 但怎知道 史密夫露就經常受傷 將他調回去打右翼 為何兄弟 做一個好的球員 要幾個位置都要踢 對 有些特張風 龍門傷了都要走去 走去打龍門 是嗎 德國的教師 是嗎 對 要懂踢幾個位置 沒錯 所以高爾彭馬是否能出 成為關鍵 我們看到有去和沒有去 是兩隊不同的踢快 有去的時候不是沒有攻勢 但始終被人一種感覺就是 搖水落腳 你應該覺得嗎 有去這裏是進攻 我控制的節奏 控制得相當好 他控球能力好 是 但是看得挺痛 力痛 我覺得他比霍頓 有個之無疑不及 即將來的成就 是 現在都 最近他有場出 他都表現有大將之風 很淡定的 是啊 你給球很淡定 他一早很痛 應扣就扣 是啊 每一次他都是為了進攻 是啊 他不會說交球 有回傳 無謂回傳 他很少無謂回傳 他交球之後呢 他那個進攻鐵三角呢 哈里簡 沙卡 比林涵 這隻是鐵三角 再加上Duncan Rice 這四個呢 最弱就是阿仙路那兩件 是啊 哈里簡尼呢 沙卡我覺得現在真是 他踢閘算了 是 他踢閘算了 為什麼他踢到那麼多層 都是死路的 你明白嗎 為什麼高爾蓬馬會好一點 他會運球出來 比林涵 比較生一點 你明白嗎 嗯 薩卡就變了死一點 嗯 所以我覺得 薩卡 即是到了盡頭 上一場來說 高爾蓬馬出來之後 哈里簡尼 倒後了一點 是很少的 製造了空位 比林涵 比林涵 這樣 我覺得 這個 這個 這個形式 又OK 哦 個人認為 純粹個人認為 我覺得 出銀馬會好一點 嗯嗯嗯 就是會對球隊 你可以看到收集 你怎麼會 歐洲兩大射手 你選比林涵 你英格蘭 即是入球會這樣 四場球都好 四場 入了四場 是呀 平均一場一球 是呀 所以 沒得挑剔 有什麼挑剔 是吧 又贏球又進級 總之是進級 沒錯 OK 輕哥 當然你又支持 谷義盤馬正選出場 是 我仍然會覺得 收夫基 就不會採納你的意見 應該當然 因為勝利十一人 是吧 你不讓上一場 你不是換了人 看到功效 你怎麼勝利十一人 是啊 已經拜拜了 你之前是不是啊 你說吧 已經拜拜了 是不是 幸運的十一人 不是幸運的十一人 但是幸運十一人 就是有高爾蓬馬 沙卡沒有換走 都是踢到原場 踢到尾 他們會不會來就你 不是 就是入球才有贏 大哥 他不會來就你 他沒有說反對 他踢襲 他都叫做交到功課 就是我們說支持 重彭馬 因為他有能力 去做球 各方面 控制節奏 對 節奏各方面的控制度 沙卡的喘要力 都仍然有 不過是有 我沒有說他沒有 他喘要能力是有的 當然你說落高爾蓬馬 他那個新鮮感和那些閘 對他來說是陌生一點 因為他這三場都沒有出 其實上場都沒有碰過去 沒有碰過去 是英超而已 沒有辦法 世上幾乎 沙卡更容易看 是不是 沙卡容易看 左腳 公阿 巴馬 但沙卡有一雀 我挺欣賞的 他棄角位 他打入棄角位 左腳來 右腳彎進龍門的遠處 他的腳就很殺 以及在棄角位 突然間一沉底再出波 在阿仙奴是不少的波入 但有時候好像聽哥說 出去被人看死了 彭馬很少是呈沉 他進去出來 入到禁區邊 他就還傳 再不然就出來 或者自己一殺進去 你是多了凡數 牽涉你的球員多了 放手球員 下線英格蘭對瑞士應該 如果出牌馬的話 我覺得英格蘭會贏的機會大一點 我猜和球 沒有牌馬可能會和 有牌馬又可能會贏 瑞士我真的覺得不錯 瑞士看得不錯 越踢越好 入到這個階段 有牌馬 我可以討論 如果我來說 你死定了 我是偏見的 你一向都偏見的 白強裏面 我覺得西班牙瑞士兩隊比較好 英格蘭需要入到禁區 但表現真的沒有瑞士那麼好 荷蘭對土耳其呢 土耳其很難偷雞 土耳其很難偷雞 荷蘭又爛了三分爹 我們不知道它是甚麼 土耳其是一個新丁 荷蘭就叫做 上下 不是 這樣說 他以前也是上下 退色的大哥 以前的上下 我較為看好荷蘭 英格蘭撿到好籤 我經常都說 但你對瑞士未必 這條不是好籤 不過好過看上線 我怕上線真是大領羅 星夜看完 星夜第一場好球 是英格蘭對瑞士 三點是荷蘭對土耳其 沒有命 第三 三點那場我多數都看不到 都不看 最多看半場 英格蘭贏了球之後 然後太興奮 睡不著 看多半場 又或者要加四 加得來都夠時間開球 沒錯 看多半場 是這個意思 我自己會 下線這一組 英格蘭會對荷蘭 OK 這就是正路的看法 正路的看法 那上線 上面西班牙對葡萄牙 是嗎 我又不是 我西班牙對法國 會不會出人意表 德國對葡萄牙呢 這階段也不奇怪 沒有得報 一場歌 是不是 又要講技術 又要講運氣 兩人都要的 德國的主辦歌 最近英格蘭就甚麼運都有 運上去的運都有 對呀 有人說比寧咸的 95分鐘追平運氣 但其實呢 說多次 你都要 有一個觸覺站在那個位置 做到這個動作 要有這樣的技術 踢中球 是嗎 對呀 有很多miss的 這些球 對呀 為何個個不站在那位置 只有他站在那位置 這些就是觸覺問題 有時有些春無求痴 沒有辦法 我們不可以不讓人說 當然 運氣有些 但他本身的能力 就是掩蓋了他 這是無可否認的 就是比寧咸的能力 在西甲神射手 不是假的 打前鋒這些基本功都沒有 這叫基本功來的 即是他那個神射手 不是在沙地拿回來的 不是朗得許明的 甚麼都有人說 我們不介意 不是朗得許明的 我不是今次說 我們平常做節目 我也覺得哈利簡 他不是一個 就是Top Guns 射手 但是他很運氣 你吹他仗嗎 而且他那個足球的智慧 他能夠引開了 即是你那班後衛 製造到空位 比寧咸 比寧咸也站到那個位置 他也做回他該做的事 即是我常常強調 一對球要有中鋒 那你哈利簡 是否一個高達的中鋒 算是 算是 他可否引開你的貿易 不可以 不是中鋒用來做甚麼 不是中鋒用來做甚麼 不是中鋒用來入球 分散你的處理 或是防守力 或是設球 分散你的防守力 設球給旁邊兩邊入球 所以中鋒是好處很多的 第二封是否較容易 沒錯 但現在好像真的缺這些人 是 不知為何 全世界都缺 本來盧卡古在前幾季 好像大家期望做到 但現在不知為何越踢又越 真是不懂得說 去了意大利 沒有人懂得用他 是 當然了 遇到這樣的人 真的沒有人懂得用他 千里馬都認需要白朗 那又跟摩魯 就是了 跟摩魯找食 是 土耳其 土耳其說你行 我去土耳其 沒錯 土耳其是歐洲球員的退休之地 土耳其是八強 很差 不差 就是歐洲球星的退休之地 帶起當地的足球 世界盃好像拿到第四 小弟曾經在土耳其逗留過幾天 哈哈 每當球賽進行的時候 球場附近小販又多人又多 那裏的足球人口真是不錯的 說真的 其實你說歐國盃不好看嗎? 又不是 你說不多入球嗎? 又不是 但沒有我們預期那麼精彩 那麼精彩 到現在有點失望 就是八強見真章 見真章 還有多些新星出來 沒錯 很多新星已經在 即是好像普通牙 你必要換很多人 斯朗魯朗 比比 還有誰呢? 沒有啦 總主 比肺 比肺 幾個都年紀大了 普通牙有一個是20歲或多少歲 上次入球那個 其實也有年輕人上次入球 應該要 是嗎? 是呀 即使現在 足球強國巴西都要年輕人出來 是嗎? 沒有年輕人就沒有前途 沒有了 沒有年輕人就沒有辦法接到 沒有年輕人就沒有前途 是呀 OK 其實德國 意大利也會努力 傳統強國 還看四年後 現在意大利也放了 不是呀 台長說八年 不知道是否可以 四年那群年輕人上來 你現在說十幾歲那群 你現在二十歲那群都差不多見到 它的底部在哪裏 即是都是麻麻體那種的 不是呀 很多人說意大利是輸教練的 嗯 其實你二十歲鬆一點 其實那個波路已經是成型的了 那拭目以待 我們今晚 今個星期星期五、星期六 就看完好波之後 我們歐國杯的檢討賽 我們再跟大家見面 至於其他 因為各大聯賽現在都休息 轉會大家都在觀望階段 你先看完歐洲杯、國家杯吧 看完歐國杯有甚麼特色 當然這個轉會都有 但是一些著名球員的轉會 暫時都沒有消息 是 所以先等落實了 我們才再說 OK 今個星期的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 在這裏跟大家說一聲 拜拜 記得在盈哥幕的右手邊 有個Patreon 何鎔馨的Patreon 大家就 拜拜 慷慨 敢按 OK 多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 神秘的夜第一節 2022神秘的夜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甚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 說要下飛機 到底發生甚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就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那裡說 其實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坐在旁邊的一個是Shift Shifter 那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甚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甚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ift Shifter 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ift 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些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在扮我們在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就去追假的節目 就忘記追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阿幾圖就真的沒有夾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就有人扮我們兩個 就不要緊的 最緊要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事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幾圖